大家好,今天我们聊一聊一家2023年的头号新机,一家11。 我们看到一家在OPPO内部重新定位以后产品利益究竟如何? 在同样的价位区间上,相比竞品又有什么优势, 还有没有当时一家定下的极致性能,极致流畅的基因呢? 还是不是我们熟悉的西装暴徒? 一家11的外观可以说是非常有延续性,尤其是摄像模组的设计。 没丑的事先放一表,辨识度肯定是拉满的。 在各家旗舰都在往奥利奥发展的今天,能把奥利奥做出不一样还是有点功利的。 作为一家数字系列,经典的三单式按键还是保留下来的,好评。 后盖延续了一家经典的丝绸玻璃材质,抗指挥效果比常规的AG玻璃要更好一些,手感也会更加顺滑。 外观上的亮点大概就这些,重点还是一家11这次堆了多少料? 骁龙8.2肯定是没跑了,内存和闪存也是最新的LPD-25X以及UFS4.0。 亮点是12GB起步的内存,闪存则是256GB起步,非常好评。 说实话,如今还有些厂商旗舰产品,最盖版还停留在8GB 128GB的版本。 8GB内存我还能忍,128GB的存储空间真的是不太够用。 排除系统弹用,再装上几个原神这样的大型游戏,再加上某个小而美的聊天软件,存储空间基本就满了。 更别说存点照片以及本地视频了,1加11这种不追求定价上的好看,而是直接把基础体验打好的行为还是很有魄力的。 和常规手机不一样的是,1加11这回还搭载了一个独立显示芯片,可以实现一些独特的功能,我们一会儿会提到。 既然配备了独立的显示芯片,屏幕素质就不能落下了,LTPO这次也进行了升级,这次可以做到1-120Hz,并且频率切换的速度也更快。 这个和我们之前其他机型提过的升级差不多,更多的是依靠DDIC的升级以及8GB2的视频接口的新特性来实现的,属于硬件上的升级。 既然是LTPO材质的屏幕,去年我们见过的O-Sync这次也是依旧保留了下来,对于玩需要响应时间的游戏来说, 几乎可以说是必备了,某种程度上,我觉得如果经常玩射击类游戏,O-Sync应该是刚需。 显示素质我们也进行了测试,首先是色转,极其优秀,平均DiotaE仅有0.65,不过亮度表现就差了点意思, 全屏最大亮度750nit,窗口peak亮度810nit。 最后的小升级就是扬声器,这次支持到了杜比全景商,并且有了目前安卓独一份的空间音频能力, 关于这点可以看我们关于一家Buds Pro2的视频。 相比硬件上的升级,我更好奇一家11在软件上有什么进步, 毕竟去年一家10Pro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, 在各个厂商被8帧1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,一家的极限稳质算是最好的打卷。 虽然物理上的限制并不能把8帧1优化成8加一样, 但是在众多厂商面对8帧1摆烂的情况下,一家10Pro的极限稳质就显得能用很多了。 不过这个功能对于今年的产品来说,意义并不是那么大了, 8帧2的强大我们见识过了,压制原神的压力已经轻而易举了。 经过20分钟的压力测试,全程平均帧率58.5帧。 对于8帧2来说,这个帧率还是有一点点保守的。 但说实话,58帧以上的差距真的不大, 毕竟有些厂家会把帧率上线设置到61, 压力负载小的时候,4-525补一下, 帧阵帧率就上来了。 所以真的不用太纠结,是58帧还是59帧。 1加11机身温度控制的要更优秀一些,机身最高温度43.5摄氏度。 但说测试成绩,各家在游戏体现上说实话差距不是那么大了, 毕竟底子崴着是呢。 这时候就点拉出来我们刚才说到的独立显示芯片, 这个独显主打三个功能,我们一个一个来闹。 好,第一个就是插帧了,这个见的比较多了, 这次主要升级在优化延迟上。 我能明显感觉到延迟比以前要小。 这个延迟对于竞技游戏,或者是对于操作比较细腻的场景下, 还是没办法接受的。 但是像原神这种跑图的场景下,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 另外呢,这次1加准备比较充分的是, 像是王者荣耀、路亚路手机版,都可以实现原生120帧的画质。 第二个呢,则是增加了超分辨率功能。 这个和DLSS那种还不太一样,没有什么AI的介入。 而是类似FSR1.0那种单振锐化。 只不过这个算法是依靠这个独显芯片,而不是GPU上的。 简单来说,这个算法会识别图像的各种特征, 像是否为斜边,是否是物体的边缘,明暗程度,分布等。 然后结合一定范围内的相邻像素,进行像素级别的差值补偿。 从而实现更高的清晰度。 既然是单振锐化,那肯定不会增加看不见的细节了。 不过,鉴于目前画质要求比较高的游戏,原生分辨率都是比较低的。 这个功能对于这类游戏还是非常吃香的。 第三个功能就是新增了HDR画质。 这个从原理上比较类似Windows以及Xbox上的Auto HDR, 能让不支持HDR显示的游戏有一个HDR的效果。 但是不同的是,微软是通过积极学习来分析如何将SDR上片换到HDR。 对于算力的要求还是比较大的。 而1加11的这个还是更依靠独立显示芯片的固发算法。 而周围感觉就是把游戏的对比度拉高,颜色拉到广色域。 我个人还是比较原教者主义的,希望开发者给我啥我就用啥。 但毕竟还是有些用户换了手机就习惯把屏幕拉到最鲜艳的模式。 软件上的另一个升级则是1加11首发了OPPO的游戏云计算专用网络技术。 这个云加速可以拆成两部分来说,我们一个一个来。 第一部分简单可以理解为1加或者说OPPO官方做了一个网络加速器。 依靠的是OPPO今年Inno Day上提到的安蒂斯计划。 这个安蒂斯就是OPPO自己建立的一个云平台,同时也是OPPO的专用数据中心。 而网络加速功能只是这个安蒂斯其中的一部分。 得益于8个独立的计算中心,终端可以选择一条时间最低的线路,从而降低延迟。 其实简单理解就是如果不用网络加速器就像发快递一样,需要中转还需要排队。 而网络加速器更类似闪送,专人专线,速度快。 当然了,代价就是贵。 不过1加用户倒是不用担心这个。 目前我得到消息就是购买1加11的用户可以直接获得两年的使用权, 四手五入就是买手机送网络加速器。 第二部分则是双通道加速支持,也就是优化了网络链路。 在运行游戏的时候,封网网络24G 5G Wi-Fi并发传输数据。 根据信号强度、丢包率、食言、传输速度等等,智能选择最优的连接方式。 注意,这个时候并不是说这几个链路互相切换,而是实时双发技术。 每个数据包在中端侧通过WiFi和封卧两个通道实时发送两份, 让云端做竹包优选,哪个线道用哪个从而做到最大程度上的抵抗网络抖动。 不过我们说实话,这个技术更多的是在优化复杂场景下的游戏实验。 比如地铁,人多的时候,或者是信道干扰比较严重的时候, 能够优化弱网环境下网络不会出现过多的波动。 如果是信号条件特别恶劣的情况下,该不行还是不行的, 毕竟这是物理上的限制。 最后作为一台肌肉机,充电从10Pro的80W升级到了100W, 并没有配备一架IS Pro的C2C的接口。 实测下来,从1%充满需要26分钟。 相比竞品的120W要慢一点点。 一加11这台机器给我的感觉还是挺一加的, 至少和我心中的一加还是蛮像的。 核心配置上相比竞品不落后,设计上有自己的坚持。 但是作为一款数字系列,没有Pro或者Pro家这样的后缀, 在设计上、拍照上、游戏功能相比竞品还是有一些优势的。 平均而论,我觉得对于这个定位的产品, 一加11还是挺值得的。 也期待一加在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极致的大V产品, 甚至是超大V产品。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所有内容。 如果喜欢这次视频,还请投转赞。 平时欢迎来我们的周五直播间唠嗑,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博客栏目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